国外媒体今日报道 中国天宫一号已完成任务使命 或将在2018年1月前后坠落 这家媒体援引外国科学家分析称 天宫一号目前处于无法控制状态 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呈下降状态 但是官方信息显示 天宫一号一切正常 并没有外媒所谓的说法 2011年9月天宫一号发射升空 全长10.4米最大直径3.4米 重量为8.5吨 中国媒体是这样表述 天宫一号在完成使命后的动作 将在指令控制下坠落地球 或在大气层烧进或落进海洋 然而这家媒体编造的天宫一号将失控坠落 让美国人都看不下去了 美国网友纷纷发言 多数为对中国的赞誉 美国网友对那些恶意评论 中国天宫一号的人感到惊讶 认为中国虽然在该领域起步比较晚 但是近年取得的成就让人敬佩 现在连美国都无法轻视中国的科技发展 这家媒体简直是恶意满满 美国网友说 美国现在都是依靠俄罗斯火箭运送宇航员到国际空间站 到了2022年之后 中国的首个空间站将建成 国际空间站将退役 届时中国是有唯一载轨空间站国家 美国届时互将向中国祈求留一个位置了 还有美国网友说 对于一部分的美国人来说 除了他们拥有美国护照 就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了 他们对中国制造只有憎恨 并对中国发射的空间站无法理解 每个取消中国的人都忘了历史 不管你喜不喜欢 中国正在为科学和工程做出贡献 干得非常漂亮 国外媒体恶意揣测天宫一号 其实也可以看出他们内心的复杂 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 在短短数十年 就发展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 而他们止步不前 现在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空间站核心舱 将在三年后送上太空轨道 在国际空间站退役之后 这将是人类唯一载轨的空间站 俄罗斯已经表示 退出现在的国际空间站 暗示将加入中国的空间站 可以想象 美国宇航局在2000年的时候 拒绝中国加入国际空间站 进行科学研究 现在中国人也不会给美国人任何机会 俄罗斯媒体透露 中俄将在10月签订一个 史无前例的合作计划 可是让美国一个组织坐不住了 要求联合国出面阻止 究竟是什么样的合作计划 让美国人如此惊慌失措 关注微信公众号 一号哨所 回复中俄 查看详情